2.9填充于序列 我们这里分5个要点给大家做一个讲解 第一个填充序列 我们看这边 1 2 1 3 星1 星1 2 夹1 丙丁 我们往下拉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们看 这边会变成123.5678 这边会变成等差序列 这边系统会自动变成星1到星期日 这边会夹1丙丁 是不是很神奇 其实大家见惯不惯了 平常都会遇到这种问题 这叫什么呢 这在一个系列里面叫做填充序列 我们看到下面有个按钮 叫做填充序列 系统的话 它会自定义好很多各种各样的序列 比如像这个 加1丙丁 这个其实是系统已经自定义好的 它们在哪里呢 它们在文件 选项 高级 拉到最下面 这边有个编辑自定义列表 里面就有 比如像这个星期日到星期天 加1丙丁 像这边已经定义好 但你也可以去自定义 也是可以的 比如你把你们公司的部门 自定义进去 比如你们有10个部门 自定义进去 然后你每次输入一个部门 往下拉 10个部门就全部出现了 它也是可以的 它直接在这边添加 导入确定就可以了 这是填充序列 什么叫复制单元格呢 我们再试一下这边 我们往下拉 这种情况 星期朗默认为是填充序列了 然后呢 我们点击下面这个箭头 点击复制单元格 我们就会发现 变成复制单元格了 比如这边是1 2 1 3 星期一 星期二 加一 后面都是负责单元格 讲到这里 我们撤销 当然也可以 用其他一种情况来替换 我们按住康晓不动 这边有个十字箭头 往下拉 它也是负责单元格 当然按住康晓不动 往下拉 是不是一定就是负责单元格呢 是不确定的 这也是大家常见的这种情况 我们在下面举个例子 比如这边是1 你希望往下拉 变成123.56789 发现它不是的 它全是1 这个叫做负责单元格 如果说这个时候 我们按住康晓不动 往下拉 它会变成123.5678910 变成填充序列 那什么时候应该按康晓 什么时候不应该按康晓呢 其实这个大家只要记住一点 就是说 如果你正常往下拉 不是你想要的 那么你就试一下 按着康晓不动 往下拉 康晓的话 它是填充序列 和负责单元格进行的切换 如果你往下拉 是负责单元格 按着康晓不动往下拉 就是填充序列 如果你往下拉 是填充序列 那么你就按着康晓不动往下拉 它就变成负责单元格 所以康晓的话 它是一个负责单元格和填充序列进行的一个切换 这个问题相信大家都有遇到过 第三个仅填充格式 什么意思呢 比如这边是1到3月的一个明细 我们这边出现第4月 4月 然后这边呢 假设数据的话都是1月的一半 这是假设的 你把数据全部填好了 但是呢 因为你格式要保持统一 不知道你是怎么处理的 但是有种特别好的方法 就是填充格式 我们选中这边的格式 我们这边一个实键头 我们往右边拖 正常的话 它是负责单元格 会把旁边全部替换掉 比如61614646 这边的4月的数据已经全部变了 这个时候呢 下面一个填充柄 我们点击它 选择仅填充格式 也就是说 我填充的仅仅是格式 其他东西 我让它保持不变 我点击它 OK 已经变好了 这边还是这边的一半 然后呢 格式已经全部填充进去了 这个是仅填充格式 然后第4个呢 是不带格式填充 什么意思呢 举个例子 我们这边要求和 SUM求和 快键是2的加等号 后面会给大家讲 详细讲函数啊 我们往下拉 因为我们下面都要求和嘛 我们下面都要求和 比如这个就是A产品的求和 这个就是B产品的求和 我们往下拉 是没问题的 是没有问题的 这边都是求和 都是SUM求和 都是SUM求和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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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次 但是呢 格式变了 因为往下拉 它会把格式也填充下去 这个同样同理也是这个填充柄 下面一个不带格式填充 我们直接点击确定 呃 就可以 实现这种效果 就是往下拉 格式不往下填充 而填充的仅仅是里面的数字 或者里面的公式 非常神奇啊 再试一下 求和 正常往下拉 我把颜色全部覆盖了 我们再不带格式填充 OK 就可以了 然后后面讲一下这个快速填充 什么叫快速填充呢 快速填充应该是16才有的功能 而13不是很确定的 就16的话肯定会有的 我们看第一个 自断自动匹配 我们试一下 比如这边我输入 明月 这边输入21 往下拉 会出现什么呢 然后这边点一个快速填充 这边有快速填充 点一下 系统自动默认 把这两个字段全部合并了 留期123 成名43 明月21 张格43 它自动把他们两个字 两个单格合并了 内容合并了 这是快速填充 我们看下面一个快速填充 比如这边 共产银行 冒号123123 我把它清除掉 我们把这个中国银行复制过来 往下拉 选择快速填充 自动把共产银行 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取过来了 我们这边 复制 往下拉 快速填充 自动把这边的数字 给它复制过来了 而不需要我们很麻烦 去分裂啊 或者说 去用函数取数啊 第三个 添加符号 比如这边是银河考号 我们想在每四位 增加一个空格 往这边就可以这样 一个空格 两个空格 三个空格 然后我们下拉 快速填充 自动给你增加符号 中间增加符号 自动的 每个都一样的 如果说用函数 就会很麻烦 下一个 这段合并 比如这边 我用 101 复制过来 库存现金 也复制过来 往下拉 然后点击快速填充 就好了 第五个 部分内容合并 像这种 比如明月 它是总监级别 赞哥是经理级别 刘奇是主管级别 陈明是副总经理级别 它也可以直接把信提取 很神奇 比如我这边叫明总监 往下拉 快速填充 自动取信 后面这个换位置 比如我这边变成裤子-021 把裤子复制过来 横-复制过来 021复制过来 往下拉 快速填充 自动电话位置 下一个 自动取年 比如这边 我输入2016 往下拉 哎呦 前出了 快速填充 自动取年 快速填充的话 16版本是OK了 之前的版本 大家也可以试一下 不定可以啊 所以说高版本呢 其实很多东西 都比这边本要好很多 所以大家如果版本的话 还是以前的版本 可以 更换一下 填充语系列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